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就預駕親征 乘搭專機去到武漢那裡進行考察的工作 而且還要看望和慰問那些奮戰在一線的 廣大醫務工作者 解放軍戰鬥員 社區工作者 公安幹警 基層幹部 下沉幹部 志願者和患者群眾 社區居民 講得很駕駛堂 到底行程又是怎樣 習近平一落飛機以後 馬上去到火神山醫院考察 說要了解建設運行 患者的收治 醫療人員的防護保障 科研公關等等的情況 而且還親節看望患者 究竟是怎樣看望法呢 原來跟一月的時候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一樣 隔著屏幕 進行視像通話 不是真真正正站在患者旁 來的 好了 去完火神山以後 又怎樣呢 跟著就去到東湖新城社區 就說要看望居家的社區群眾 實地了解社區防控 群眾生活保障等情況 而且就要對社區群眾和防控一線的工作人員 表示慰問和感謝 只可惜這套大戲未曾上演 東湖社區的居民 就在網路上揭發 原來習主席未曾到的時候 就已經收到微信的訊息 說馬上會有警察進駐你家的陽台 當然這一班居民就不能夠走出陽台的樹 向著在下面巡視的習近平主席喊話 實行3月5日的時候 中央指導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 就曾經率領一大班的領導 去到翠原小區進行視察的工作 在當日 很多居民就走出陽台的樹 向著樓下喊話 當時這班居民在說什麼話呢 他們就喊了 假的假的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老百姓吃的都是高價菜 形式主義 這樣不斷來罵 罵到樓下孫春蘭副總理都沒有人 整班人就是叛途而去 不再繼續考察行程 當然 一試就試出水溫來 原來這班人喜歡在陽台對著樓下喊話 都不怕 今天到了習大大預駕親徵 正本戲要上演 當然每個單位都弄兩件公安武警進去進駐 就是守著陽台 很多相片都顯示得出 那些傢伙進去以後 就坐在陽台那裡玩手機 就是不讓你出陽台喊話 就是不讓你 閉嘎鬼叫 確保習大大入到小區進行視察期間 樓上就不會傳出一些雜音 噪音 繁音 根本上就是另類的洗太平地 所以這場戲 真是大龍鳳 到底為什麼習大大要在這個時刻 那麼奇怪 選擇在今天3月10日 要山場水遠 遇駕親徵 起碼就有幾個重大因素 第一 就是經濟壓力真的相當之巨大和沉重 目前根據官方的數字 中國企業的復工率已經平均達到九成以上 個別省份 例如貴州 更加是百分之百復工 但是這個數字有多可信 你知 我知 習大大都知道 很多企業根本上就是 耗電空轉 總之在車間裡 開著所有用電的設備 開到空調大了大 根本車間就沒有人工作 是零生產的 純粹用電 用電的目的 就是讓上級領導幹部看 我的工廠真的有用電 有開工的 然後那些上級領導 就是按照這份用電量 去告訴別人 工廠已經是復工了 這些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因為一旦 在工廠進行復工以後 出現群雜性的爆發 到時的企業老闆怎麼辦 原來 當地的地方政府 不會為他負責 而且地方政府 也不想你搞那麼多 一旦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 出現了失控的情況 到時就會污沙不保 所以 地方政府正在採取一種拖延的策略 中央空焦急 所以 企業的復工復產 就非常重要 今天 習大大 遇駕親征 很明顯就是要給人民群眾 和企業老闆 告訴他們 這個情況已經是緩和了 很快回去工廠復工復產 不然中國的經濟真的搞不定 除了工業以外 農業也是一樣 根據官方的數字 就說全國已經有7800萬的農民工 返回工作崗位 預計下個月初就可以全數反崗了 目前反崗的人數佔了農曆年回鄉人數當中的六成 這個官方的數字 只有六成 我當是真的 還有四成的農民工都未恢復生產 而且這還在說人力資源的投入未到位 農業的生產其實還有上下游的企業 是一個產業鏈 比如說 農藥的投入 化肥的投入 運輸的投入 不如養肥的雞沒有人拿出城市賣的 有用嗎 而今年中國的春耕比往年遲了很多 今天其實已經去到農曆的2月17日 新曆的3月初一個星期 往年就算過完年以後 怎樣懶怎樣都好 兩個星期之內一定會全數恢復生產 農業方面 今年如果分分鐘搞不好就會出現糧食危機 故此中央當然要大力找農業生產 而很多鄉鎮政府 根本上就把所有聯外通路 全部都掘爛了 而農民工因為擔心 又不夠膽回去復工 所以這次習大大 遇駕親征 就是要給這些人一個信心 除此之外 肯定要為復航 和恢復交通 作出準備 今天習大大南下出巡 當然不是為了看察民情 因為他也聽不到 而是為了釋出一個強烈的信號 讓全國人民群眾聽 就是 情況已經開始緩和了 配合大陸的數據 就說昨天只不過是新增了19宗的案例 而且有兩例 是從境外輸入的 湖北只有17宗 即是告訴大家 可以上班了 可以復工復產 而航運交通 亦都可以全面恢復正常 因為防控工作就取得了成效 根據他們的說法和數據 最後一個原因 就是基於政治壓力 他在1月份的時候 曾經見過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當時他說什麼 下午被人調刊 在微博 他這句說話說 今次的防控工作 我一直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 語音剛落 在微博上被網民笑得臉都黃 親自這個朝會 更加成為了熱手詞和潮語 即是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但是一直在北京 分別在2月10日和3月2日 考察了北京的社區和科研機構 一直都沒有離開過北京 曾經派遣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去到南下出巡 但是他自己始終都沒有離開過 今天就遇駕親征 所有他的政敵 沒有話可說 至於他的親自來臨 能不能舒緩當地的民怨 就真的很難說 因為當地人自從正月初一以後 就已經被困住了超過一個半月的時間 到底當地的民情是怎樣 就需要他們 擺上微博或者擺上其他地方的時候 再報料我才能告訴大家 接著就想說一下 現在其實 他去預駕親征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要號召全國人民群眾和企業老闆 就要搞全面的復工復產 就是要給他們信心去做 到底這個情況是否樂觀呢 我看就不是太樂觀 首先就是在上個月 其實已經陸續有工廠企業 復工 但是一復工以後 就出現了群雜性爆發的情況 於是整間廠又要封回他 然後那些人又要困住14天 去看看他有沒有事 如果一旦宣佈 現在要全面復工復產 所有工人就要回到單位工作 會不會出現重複的情況 我看很大機會都會 到其時 其實就是出現了兩難 你就叫那些人回到城市 但是到其時 各地的醫療系統能不能夠是負載得來呢 這個真是成疑問 還有就是 不單只是工廠 其他地方有機會出現群雜性的爆發 監獄就是一個好例子 很多監獄就是出現了狀況 後來就無法隱瞞 就終於要對外公佈 究竟有多少是隱瞞當中呢 除了監獄以外 有很多地方都是高危的 比如說老人院 孤兒院等等 那些地方有沒有出現類似的情況呢 還是出現了 只不過沒有報導呢 如果再配合工廠的復工 會不會使得情況更加惡劣呢 不過這些因素 似乎就不在領導的考慮之列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